我們會針對周玉寇小姐進行就是血清的 抗體的採檢 然後 就是在進行研判 是嗎 那另外是不是其他 所有的民眾只要有發現自己後續快篩陰性 或是採檢陰性的狀況也都可以申請 對 所以我剛才講 這我們要後續因為整體 疫調的方向已經改變了 那怎麼樣因應這樣的一個疫調 那對可能的 原因 我們當然不會用以前個案研判的方式來做 那可能會訂定統一的一個方式 所以對他會進行這樣的方式 這我不知道 我們現在還沒訂定 這個還是照著以前的方式在做 部長 不好意思 追問一下周玉寇這個案子 所以我們剛才這樣聽起來說 是由我們 疾管署下令區管去幫他做第二次的PCR 那道載PCR也是我們同意的嗎 沒有 我們今天我們只會一向的作業 只會跟區管 交代說 這可能案件有需要做進一步 釐清的必要 那接下來怎麼樣做 那就是地方 衛生局跟區管的去進行 不好意思 我問一下 因為衛生局今天說法是 他是說 他有接到我們疾管署的一個指令 所以才去同意他的道輔PCR 最後同意他道輔PCR的部分 所以這中間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現在完全不知道 可以幫我們釐清這一點嗎 沒有 這我剛才講就是由區管中心認為有必要 那他就會去做 那要做當然都是透過 衛生局去做 以往一直都是這樣子 這也不會說我們區管中心派人去那邊做 我們 也不會這樣做 現在是層層的負責 好 三例 想請問一下 指揮官就說 根據那個衛生局的 說法是說 衛生局並沒有派人到那邊去 那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 如果說他自己 沒有依照衛生局最初的安排是到戶外採檢 然後他自己擅自約了醫生 那這樣的行為的話 是不是違反傳染病防治法呢 這我可能要請法制的單位再研究 不過因為我們現在自費 還有一個自費採檢的一個部分 不過來請法制單位來做這方面的研究